原来是这个原因 孟好生吸口气 他明白了在墨土时 他就不解之事 为何会有墨土之战 为何会有西墨全力参与 而又为何 南欲放任此事发生 任由西墨占据了墨土 因为天地大劫下 南欲若阻挡 就等于是逼西墨全力开战 相比于此 南欲更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 孟好抬头 看着越来越大的子羽 他的双眼却是露出了奇异之盲 隔绝天地灵气 毁灭一切生命 大地成为了大海 可对于我而言 却不是如此 我的火属性图腾 既然可以由丹东不灭火形成 那么就说明天地万物 五行之内 皆是我可感悟机缘所在 那么 还有什么水比得上大海 还有什么大海比得上 称之为西墨浩劫的呢 而隔绝天地灵气 除了极品灵石 我可以吸收外 我已很多很多年 不曾吸收天地灵气了 所以我吞食丹药 所以也养成了我 每次出手 体内灵气就要严格控制的习惯 也间接地 让我必须要擅长炼丹 甚至倾向于丝龙 因为丝龙会使我强大的同时 也不耗费我太多的灵力 我唯一要担心的 是这雨水内的灭绝升级 可无论如何 我可以说是这西墨大地 唯一的一个 在这西墨大劫中 最适合生存之人 孟好双眼一闪 可回头 看了眼身后 那些不知小浩劫之事 欢呼的五不足人 还有那些快乐的孩童时 孟好沉默了 金屋 我获得了你的传承 你的部落 也尊称我为圣族 与我的图腾连在了一起 这是你想让我给予他们庇护吗 孟好沉默中 闭上了眼 此时此刻 在这西墨的北部区域 所有大地 所有天空 都降临了紫色的雨 天空不再是晴朗 而是成为了昏暗 这样的昏暗 将持续很久很久 大地上 在这雨水的不断降临中 水坑越来越多 甚至不仅仅是这西墨北方 此刻东西还有南方 也都在这一刻 下起了紫雨 于这雨水里 一个又一个部落内 传出了惊呼 震动了心神 西墨大劫 降临西墨 迁移 整个西墨大地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众多部落 全部都苦涩中做出了这个决定 可这个决定 说起来容易 或许 对那些大部而言 也的确是不难 可对此刻的乌神部落来说 迁移等于灭亡 整个西墨大地的传送阵 在短短的数日时间 近乎全部失效 尤其是西墨北部 因地势低瓦 这就造成了紫雨的大量凝聚 甚至可以想象得到 西部南部东部的紫雨 在落入大地后 因整个西墨的地势 会逐渐的向着北部融合 最先成为大海的 一定是西墨北部 如果乌神五部 没有经历五毒大部的战争 那么他们还具备 一定的迁移之力 可如今 算上那些年幼的孩童 年长的老人 整个乌神五部 只剩下了两千多人 与之前的上万比较 整个部落的实力 已经严重的跌落 此刻的规模 只相当于西墨 一个小部落罢了 而且 因传送阵的失效 因部落内 有近乎一半族人 是没有修为的普通人 就无法以飞行来迁移 而是需要徒步 我们走不到墨土 此地距离墨土太过遥远 哪怕是以原应修为 不眠不休的飞行 也需要至少十年的时间 如果是徒步 去上千年 上千年的迁移 我们乌神部落 还在吗 乌兵部的足弓 那位苍发老者 站在梦浩的身边 神色里 带着疲惫 他的样子 更是苍老 此刻回头 看着渐渐平静下来 搭建了党羽之墓栖息的族人 苦涩的开口 子羽会渐渐隔绝灵气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都将成为凡人 雨水里的灭绝之意 会侵蚀身体 使人越发虚弱 直至死亡 更不用说 部落里的孩童与普通人了 他们将是第一批死亡之人 随后会死亡越来越多 直至在迁移的途中 族群灭亡 足弓声音越发苦涩 难难低语 另外 这场迁移 是整个西墨所有部落 共同的行为 在这路上 因食物 因资源 因种种为了生存的所需 会展开混乱的战争 在这战争里 各个部落相互争夺 都是为了让自身的部落 可以存在下去 如今的巫神部落 没有这个资格了 还有 即便是我们成功的走过了上千年 就算是我们侥幸的 没被吞噬 可在临近墨土时 我们有什么资格踏入区域有限 容纳部落也有限的墨土啊 那么多的大部 那么多的中等部落 我们如何从他们中脱颖而出 让控制墨土的几大巨头 认可我们呢 武兵部足弓摇着头 看向孟昊 孟昊沉默 他已经看到了 一些本就体弱的孩童 在被雨水淋身后 出现了生命的虚弱 这场子雨会灭绝一切存在 所以 圣祖大人 你走吧 祖公宁望孟昊 斩钉截铁的开口 离开这里 离开乌神部落 以圣祖大人的修为 以你大司隆的身份 任何一个部落 都会乐意在这关键时期接受你 带着你一起去墨土 这是圣祖大人的生机所在 至于我们 祖公再次回头 看了一眼修建出的遮挡雨水的临时部落内的五部族人 他的眼中露出一抹悲伤 我们不会离开故土 如果注定是灭族 我们会死在一起 葬在一起 与祖先同在 与那些战死的族人 同在 这样的话 或许那些孩子 还有长大的机会 祖公的身体 自更为苍老 仿佛生机 正在慢慢的流逝 孟浩再次沉默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此刻 只能回头 默默的看着 乌神五部的族人 他看到了乌尘 看到了乌灵 看到了 在睡梦中 喊着妈妈的孩童 看到了流着眼泪 思念亲人的老者 看到了很多很多 熟悉的面孔 摆在他的面前 只有两个选择 走或者流 走的话 以孟浩的特殊 他将是这西末大地内 如今这场子雨下 最具备生存能力者 没有之一 可若流 孟浩轻叹一声 没有说话 而是转身走向部落 随着他的走近 部落的族人 纷纷眼中露出狂热 在孟浩的微笑中 他回到了后山的院子内 这里雨很大 孟浩盘膝坐在屋檐下 他的身边腰群环绕 大毛趴在孟浩的旁边 发出呜呜的声音 他的身上有伤 可却不会致命 孟浩的腰群 此刻只剩下了六千多 都带着伤 都在各自恢复 古拉顶着雨水 正忙碌在腰群中 为他们准备食物 为他们简单的处理伤口 远处的天空一片昏暗 雨水越来越大 这样的天空 这样的大地 渐渐成为了压抑 笼罩在孟浩的内心 笼罩在所有 巫神族人的心神中 要走吗 或许等鹦鹉归来后 离开这里 是最好的选择 可 孟浩再次沉默 从来到西末后 他就生活在巫神五部内 得到了他想要的造化 可巫神五部 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尽管客观来说 这一切与孟浩无关 但在情感上 孟浩走不过心里的那道坎 只是巫神部足弓的话语 很有道理 正常情况下 巫神五部是没有资格迁移的 就算可以迁移 墨图也绝非寻常部落 可以踏入 孟浩想到了墨图 想到了墨图的那场大战中 西末修饰的身影 好一场惊天动地的算计 以此节以墨图为诱 算整个西末 这么看来 应该快到了控制墨图的西末大部 露出獠牙的时候了 孟浩双眼一闪 时间慢慢流逝 转眼过去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来 紫雨从没有停止片刻 雨水越来越大 孟浩无法继续居住在后山 因为那里已经成为了一片 过了膝盖的溪流 巫神五部的族人搬到了山顶 在这山顶上搭建了 遮挡雨水的棚子 于这棚子里 这两千多人默默地生存 已经开始有族人出现了虚弱 孟浩盘西坐在山顶 看着远处的山脉 原本的葱绿 此刻成为了死亡的灰黑 所有的植被都已枯死 每天都能看到 或是奔跑而过 或是飞行远去的一妖 他们都是生存在山脉深处 在这场浩劫中 迁移的不仅仅是修饰 也有他们 大地上已经有不少区域 成为了紫色 那是无数的溪流汇聚 成为了大河 可以想象得出 再过一段时间 这样的大河一条条融合后 会成为湖 当这样的湖 一个接一个出现后 大海就形成了 若不能带你们走 我会在这里陪着你们一起 等待死亡的到来 不能让紫语将你们埋葬 巫神五波的墓碑 应该有人为他们 刻下所有的名字 孟浩的心里有些惆怅 他想不到别的方法 因为对巫神五波而言 前方没有希望 墨土可以算是一个希望 可这个希望不只管 这个希望没有冲击 因为在这条道路上 有太多太多的部落 会冲向墨土 在这个过程里 巫神五波很难抢在所有人之前 除非有一个希望 孟浩抬起头 看着远处天地间的紫语 喃喃开口 时间再次流逝 一个月 这一天 突然的一个希望 出现在了孟浩的面前 出现在了所有 巫神五波的族人面前 那是一个声音 一个回荡整个西末北部 回荡东部 西部南部 不知以什么书法 什么神通 展开了不知多么深厚的修为 从而传出的覆盖了整个 西末大地的声音 西末大地 所有部落的同胞们 你们好 这里是来自墨土 天丛大部 蛮岩大部 妖蝶大部组成的 天庭联盟 对于整个西末大地的 所有修士的 第一次通告 这一刻 孟浩抬起头 巫兵部的族宫 从入定中睁开了眼 所有部落的族人 都一个个看向天空 这一刻 整个西末北部 正在迁移路上的 冰岩大部 在各个区域内 不同的位置 或是迁移 或是休息 或是与巫神武部一样 选择归须故乡的 所有西末修士 都全部身体一阵 看向天空 这一刻 武毒大部也好 西末的西部 东部 南部 所有区域内 所有部落 都全部抬起了头 紫雨降临 西海浩劫出现 此紫雨 会逐渐灭绝一切生机 渐渐隔绝一切灵气 如今整个西末大地 近乎九成的传送阵 已失去了作用 这声音带着沧桑 回荡天地 这场浩劫中 西末唯一的生机所在 就是墨土 由天庭联盟 早在多年前 就改造出的 适合西末部落 生存的墨土 然而 墨土区域有限 无法容纳 所有的西末部落 而我们 也无法去决定 谁更有资格 踏入墨土 所以 我们给你们一个机会 寻找妖灵 按照我们天庭联盟的推演 按照无数点击的记录 每当西末化海时 天地变 妖灵出 会有不超过十个妖灵 诞生在西末大地 但凡是拿着妖灵 出现在墨土外的部落 将获得进入墨土的资格 我们只认妖灵 声音消散 可余音却在回荡 传遍整个西末大地 落入无数人耳中 激起了粗重的呼吸 换来了无数赤红的双眼 孟昊双眼 猛的露出惊 这就是希望 孟昊眼中 惊芒闪动 他不管 占据了墨土的天庭联盟 他们需要这所谓妖灵的用处 他只知道 这就是进入墨土的资格 谁获得了这个资格 就可以在这场浩劫中 使部落获得升级 免于灭族 可以想象 接下来短暂的时光里 围绕妖灵 整个西末将出现惊天之战 孟昊站起了身 穿头看向乌兵部的足弓 这仓发老者 此刻也是双眼露出前所未有的光芒 看向了孟昊 二人目光对望时 乌兵部的足弓站起了身 走到了孟昊这里 与孟昊一起站在了山顶 老夫不知道西末大地 妖灵在何处 甚至也没听说过 妖灵这个称呼 但却知晓 若这所谓的天庭联盟 所说是真 那么有一个地方 诞生妖灵的可能性 超过八成以上 武兵部的足弓呼吸急促 看向孟昊 虚乔戒 千年一开 这一次与子宇几乎是前后而来 相互之间不到一年 此事不管是不是巧合 都使得其内诞生妖灵的可能性成为了八成一生 虚乔戒 孟昊双眼一闪 沉默片刻后 点了点头 可 吴兵部的足弓欲言又止 他看出了孟昊的想法 可他心知肚明 自己能猜到的事情 整个西末大地的部落 又岂能猜不到 如此一来 这一次的虚乔戒 其凶险的程度 已经不再是此戒的本身 更多的是来自所有踏入虚乔戒的修士 我意已定 若不能获得妖灵 我会陪着巫神舞步走完最后的道路 为你们刻上墓碑的名字 但若能获得妖灵 我梦昊会带着你们 迁移 无论迁移成败 我会不离不弃 让我们都没有遗憾 我们都没有遗憾